本经叫无量寿解 以发菩提行一项专业为宗 宗就是修行的宗旨 这一步进修行用什么方法 就是用一项专业 用这个方法 那么应上二者不可分割 前列所讲的发菩提行 一项专业 这一项专业不能分割 那它是一体 为什么呢 发菩提行是性是愿 真性轻运 一项专业是行 幸运行 这三个条件 却宜不可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这三个字 奥叶大师 诸弥陀经药节 药节里面呢 就是以这三个字为核心 你看它的三分 续分 它分的三段 幸运行 正宗分也是幸运行 后面流通分 还是一项心运行 奥叶大师要节 讲得好啊 应光大师对他去赞叹 即使古佛再来 替阿弥陀经做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那我们知道 映光大师是大师之菩萨再来的 大师之菩萨如此赞叹 欧益大师是什么人 虽然没说出来 我们心里有素了 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 肯定是观世菩萨 佛菩萨 慈悲言 知道末发众生 业障太重 堕落 不能说十之八九 几乎全部都是堕落 真正能够念佛往生的人 非常稀少 所以世间才有这么多的灾难 念佛往生的人要是多 这个世间不可能有灾难 为什么呢 前年相过 念佛的人是世界 最有智慧的人 最有佛报的人 中国古印于有所谓 富人于富地 有智慧 有佛报的人 住在这个地方 怎么会遭难呢 这里是居住在这一刻 都在有数据 是居住在这一刻